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界梦境 又为了决 此地众生 多不休息 各位微信贤士 三世因果经 是我们修行的上圣心法 你可以不相信英国 但是英国永远永远随在我们的身边 报 赏 寥寥分明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实际味道 曾经 我们有一位 先生 他走路寸步难行 我跟他看 身上就好像绑起来 整个身上都捆起来 就好像庙里面 外面的柱子 绑捆住了 我就跟周岳先生说 你要得到平安健康 你一定要先忏悔 你家的人都是很短命 他是 跟哥哥 走 二十几岁就走 那个哥哥都是这样 连他四十几岁了 这事并没有缠身 我说你一定换了因果 你沙业一定捆重 那就告诉我说 他没有换沙业 他的家人爸爸 就专门换沙串 那是爸爸的事 但是他爸爸这么做换沙串 这个月报 抱在主女的身上 这位先生听我一讲 怎么办 跪下来哭 说的天地不公平 爸爸 沙业 为什么抱在他身上 我说因为你们是供业 你的学会 生活会 那你爸爸的沙业 总赚的钱 供你们 来吃住穿 这个是供业 那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去找佛事 比较正规的佛事 他们在做粮房宝灿的时候 拜两环宝灿 去报名 超度你家的你爸爸 妈妈 他的灵魂 再来 超度 你爸爸所杀害的 狩猎 猪灵 你这么做 是尽大笑 你家的孩子才会 停止一些不好的恶报 实在回去咯 就到他家里附近 一间佛事 在办 粮房宝灿 拜灿 所以报名参加 才体会到 他爸爸的沙业 蔓延到他 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目前 社会上还有这一些 不幸的人 不理解英国 即使有的话 你停止了 但是夜还没有聊 就是要好好修行 拜灿修行 这样的话 才能洗净夜报 否则的话 任你有再多少的钱 还是没有用的 还是赚了钱 用不到 吃不到 所以我们追捷 要的机会 各位来缠结 前世 望温何益 今生短命 未何益 前世宰杀众生 生 各位微信先世 大家都想要长寿 长寿要健康 长寿才有意义 短命 一定有原因 你短命要哪里找 原因 三世英国经 就是佛所说的 所开示的 所以今生短命 未何因 前世宰杀众生生 杀业很重的 你杀人的病 追生你要还人的病 这是平等的因果律 所以我希望我们维心闲事同修 好 我们的要做的事业 有百业 那么多 有三业 你做的 一定有何业报 我们要注意要小心 好 再来 今生 无期未何因 追生没有老婆 未何因 前世偷奸 某人妻 就会有因果业报 不是不报 礼报不爽 在过去 遇到 很多的信众大德 来问说 他为什么 娶不到老婆 一表人才 为什么娶不到老婆 建立他 还是有活事在做 超度法会 拜灿的时候 尽量去参加拜灿 自然 前世的罪业 养葬活力 养葬活力 消灾化解 解冤事解 就有福报 那么 为什么有的离婚 离婚的 弄到最后 身上萧条 还是鼓励大家 多念经 多放生 多做 红华立生的工作 你的苦报 就会 渐渐的到 所以这个都是在提醒我们 先次的罪业 我们不得不修行 现在时代 在变 名利心那么重 夫妻的感情 妻子 夫妻 全家人的感情 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说 三两句就 离婚 算了啦 常常我们遇到 的信徒 把她来问世 女孩子 就跟先生离婚 男生呢 要跟老婆离婚 我说 你有那么重的 夜 夜报 化身吗 输 我们没有办法忍耐下去了 那你为什么不检讨自己 一直在检讨别人 现在的年轻人 也好 或是长 到了 七八十岁了 还是想离婚 比较轻松 这个都是思维有问题 思心很重 你的离婚一时 你的孩子怎么办 都没有想到下一代 所以我们好多信众 大德 要离婚的 你最好 重新思考 曾经 有一个女士 穿着爬哩爬哩的 到学习室来 跟我说要跟她的老公离婚 我看她穿着爬哩爬哩的 差不多可以想到她现在的职业 我说你不要 一时之冲动 你的职业看到 人家的老公 那么帅 有钱 那是人家的命好 若是你认为你的老公 没有弃职 不修编符 讲话 或是事业 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好 与人家 比不了 你就要检讨 你自己有没有福报 我跟她说 你好病 你就会与人 绝好夫妻缘 你带病 你嫁谁都一样 我这一讲 这位女士也不以为然 回去就跟老公签离婚书 第二天 她的老公是做铁钢 他说你我们离婚了 皇者你搬出去 两个孩子我照顾 你搬出去 孩子是我的 你要去哪里 你这里这里去 那一天晚上 自己愣住了 老公跟他说 这个房子租给你 每个月多少钱 你要住就住在这里租给你 原来 是女主人 现在变成房客 后生 就哭了 第二天早上又到仙卧市来 问了怎么办 我说你先生 是一个道道道道地地的 老实的人 你的职业 这所接触的都是提的皮包 上班族赚大钱的老板 所以你要比 比不了 先要检讨你的 有没有福报 所以在 先活市老子 前面来他就哭了 他说他错了 从来只想到自己 没有去看到老公的 另一面 他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 希望老祖给他一个方向 离婚都签了 我说你 回去跟老公道歉 他说你错了 老公若是要 跟你一起到 护正书所去 办离婚手续的时候 你可以把 这个离婚 行义书拿起来撕掉 把老公抱着 好好的亲老公 向老公道歉 他就很高兴了 这有效吗 老公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 你逼着老公 不得不 按照你的意愿 跟你签了离婚证协议书 所以就到护正书所 要办理离婚的时候 他就把离婚 学书拿起来撕掉了 抱着老公 都亲了 说他错了 所以又带回家来 还回来家里当女主人 过了一个多月 就带着老公到新活室来拜老祖 来感恩老祖 让他的家能圆满起来 所以 生于女人的 常常会遇到陷阱 要很小心 把你陷下去 吃亏的永远是女人是吃亏 然后现在很多愿亲和愿偶 吵架了 就跟老公说 他死了之后 绝对不进入 乎家的姑妈白来的 这样的人很多 曾经一个信徒 他的妈妈跟爸爸 每天都在吵 吵到最后 他妈妈说 我绝对死后不进入你家的 祖先牌位内 果然没有多久 死掉了 死掉了 就把这个牌位 儿子 媳妇都很孝顺 满他的妈妈的愿 就把他拿去 公家的纳古塔 牌位 收在那边 过了一段时间 他妈妈晚上都回来哭 说他在那里 都被人欺负 没有多吃 人家拜拜他也吃不到 一点香烟 烟火也吸不到 很痛苦 不知道怎么办 想回家 又回不了家 要回家 再生的时候 就在祖先的前面 花式就抓 说他死了 绝对不入国妈牌 现在后悔了 人死了 人死了 一了百了 事实上 烦恼没有了 所以 老祖师尊 提醒我们 身为女人的要注意 身为先生的 也要有男人 有男人的含量包容性 老婆是孩子的妈妈 所以我们 夫妻的缘分 一定要相互的尊重 和包容 所以我们要洗衍 洗衍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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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